美國現在那個軍事實力很強沒有錯啦 但是你要跟別的強國硬碰硬的時候 你也要點量一下 來看到這一段畫面 今天引發大家好大的討論 F-16被說要監視俄羅斯的突九五轟炸機 就反而遭到蘇三五給怼回去喔 來看到就是你可以看到 你看這是F-16嘛 然後你畫面可以看到呢 這個就俄羅斯的戰機在旁邊 結果他就這樣飛過去 就不讓你來窺探俄羅斯的轟炸機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一段畫面 那將軍幫我們補充一下 因為美國說你這是不安全啊 不專業的啊 會危及所有人啊 但你看到畫面就發現說 俄羅斯的飛行員飛的還蠻好的嘛 跟中國踏入之前不是也跟你尾流呢 讓美國這些五眼聯盟的戰機 真的也是蠻窘的 好 將軍你怎麼看這段畫面 我第一個 看到畫面有很多的 這種我們可以講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 你不得不佩服俄羅斯的這種飛行員 果然是戰鬥民族 你可以飛那麼近 從這個地方貼進去來講的話 他除了技術高超 哇 這個真厲害 他這個也非常的勇敢 然後他其實 俄羅斯經常做這種動作 你記不記得去年來講的話 他就在人家的這種 美國的RQ-9無人機上面撒尿 就是噴油 我想大家應該還記得 後來回去以後 這個武器爾還給那個飛行員頒發勳章 然後美國也是用同樣畫 因為不專業 不技術 對不對 造成危險 但是第一個我們可以代表說是 俄羅斯這個飛行員非常勇敢 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美國為什麼會有發生這種情形 因為合理來講的話 你空中作戰 你一定要有空中預警機 你空中預警機就是會指揮這一架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飛行員 應該是在F-16戰機上面的鏡頭拍攝的 那你這個預警機怎麼沒有告訴F-16 有一架蘇-35對你接近 從後面向你接近 這是不可思議的 如果合理來講 這時候你F-16 你應該做很多的這種避讓 或者是說 採取到有利的作戰位置 那你從人家後面這個切進來 那第三個我特別要講 如果說這時候蘇-35是機槍射擊了 那是不是就把你幹掉 你看那麼近的距離 我不需要用飛彈 我就用機上面的機炮來講 就把你F-16打掉了 那第四個我們看到什麼 蘇-35的性能是不是比F-16要好 他用這麼快的速度 從那邊上面超過去 有一點像是法拉利去超車 這個Toyota的車輛一樣 從這邊超過去 當然這時候F-16我們看出來 是他自己在做挑釁的動作 對啊 因為你有沒有看到 他剛好就是對著人家的 途95 途95的轟炸機 途95在轟炸機旁邊 一定有戰鬥機在護航 本來就是 那你說對著90度對著他 其實這個威脅性很大 他如果說 對 他90度耶 90度對他 你看這個距離來講的話 他就有可能用機炮 也不要說用導彈 就是用機炮都是 彼此都是在拼刺刀的 這種射程之內 那蘇-35他當然要保護 突95戰機啊 所以他一定要從中間切過去 你們也有什麼好講人家 第一個我們從這種鏡頭去看到 F-16是在威脅突95 是你在做危險不專業的動作 然後這個蘇-35是在 這個為了他維護他自己 突95安全 他從旁邊給你切過去 他只是切過去而已 他並沒有對你實質射擊 那第三個我們看到 美軍來講 為什麼在這種狀況 你已經看到人家突95過來 也看到人家 我相信他也應該知道 有蘇-35 你怎麼沒有預警機 第四個還有什麼 那你F-16你有沒有撩機 我們通常來講 上去來講 應該有一個主機 你這下是主機還是戰機 按照這個鏡頭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下是應該漲機 他旁邊還有撩機 你旁邊撩機你是一無所動 看到蘇-35來了都沒有反應 所以看到這種戰術動作來講的話 這時候按理說 如果說是就狗鬥 就是空中纏鬥來講的話 這時候你撩機應該負責去 引開蘇-35 然後保護自己掌機的安全 所以我覺得 從這個影像裡面 我個人認為是 第一個美軍整個戰術作業 都有出很大一個披露 沒有預警機 然後撩機沒有任何動作 那你自己又主動去挑釁人家 做這種危險的威脅 然後飛行技術也不如人家 然後讓蘇-35這時候吃你豆腐 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時候蘇-35 不要說開機槍 他這時候對你噴油 蘇-35我經常幹這種事 我見鳳鳴撞你劍 他這時候對你噴油你怎麼辦 這個俄羅斯的軍縣隊 俄羅斯的飛機對敵機 實施噴油這種工作 做過很多次 那你會不會因為油被噴了以後 你飛機就產生把油氣吸進去以後 造成自己的危險 還有他還可以做一個動作 他可以丟火焰彈 這時候對美國飛機也很危險 所以我覺得美國真的是 這次來講的話 真的是很丟臉 也可以說是會頭獨臉 還沒面子的一件事情 對啊 所以你看這段影片更讓大家說 美國你控訴別人不專業 但將軍說你可能自己才不專業吧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美國以為說 去打別人或者是給以色列幫忙 都不會受到任何的一個反制 但全世界都非常反彈 以色列這麼的作為 那美國自己的信譽也受到很大影響 俄羅斯總理現在訪問伊朗 伊朗被以色列欺負成這個樣子 你看到俄羅斯的總理 米蘇什金去訪問了 去訪問伊朗 然後跟伊朗總統進行會面 說我們要進行加強兩國的合作 要對抗美國高壓制裁能力 然後也說其實你看到 伊朗的總統就說 以色列政權受到美國支持 製造了緊張局勢 區域國家需要共同打擊這個行為 我想問一下 將軍你怎麼看 其實大家都認為說 伊朗當這個哈馬斯領袖 哈尼尼在這個地方被暗殺之後 我們都認為伊朗會有所反擊的動作 它黑氣也升起來 可是事情經過了一兩個月 好像發現伊朗沒有動作 大家都在績效伊朗 其實我倒不這樣認為 我覺得你用兵作戰 一定要勝兵先勝 也就是完成戰勝敵人的各項準備 那現在伊朗來講 確實有很多地方 譬如說是我們昨天看到 這個以色列去攻擊胡塞組織 它飛行的距離是1800公里 然後其實它如果說 以色列戰機來講的話 它攻擊伊朗來講1600公里 它可以攻擊你伊朗的油田 或者這種設施 那伊朗很清楚 如果說是 這樣主因怒而心思來講的話 其實對一個國家來講 是不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反而 我們看出來 伊朗它有這個戰略定力 它這時候不要自己動手 那它叫它小弟去打 所以我們看到不管 胡塞組織這兩天放出來新聞 確實也打了啦 美國只是說沒有受傷了 打了三艘 然後美國的軍艦在紅海地區 那胡塞也對這個 納坦雅胡下飛機的飛機場 那你一下飛機場 它就對你發射一顆導彈 也是飛了1800公里 胡塞憑什麼有這種導彈 可以飛那麼遠的導彈 然後直接攻擊特拉維夫 納坦雅胡下飛機的機場 代表說是胡塞它有情報 那這個情報誰給的 我覺得是俄羅斯給的 不然它怎麼知道 納坦雅胡的飛機 什麼時候落到 這個特拉維夫國際機場 而且那你下飛機的時候 一顆飛彈就剛好打到這邊 那話說當時好像 納坦雅胡立刻就 躲到地下室去了避難 那從這以上種種我們看出來 以色列來講的話 不太可能說能夠在這邊 佔到太多的甜頭跟便宜 那我反而佩服伊朗 他可以忍受你們國家嘲虐 對不對 他保存他有生的戰力 然後利用他這些無人機 或者他地理上的優勢 譬如他控制了荷姆之海峽 這個 阿曼海灣這些地方 利用這地理優勢 來慢慢跟你耗 然後他不用這時候出兵跟你打仗 我覺得伊朗這時候 抱的是這種想法 當然他後面也有大哥在幫他 俄羅斯來講 如果說這時候幫他來講的話 會讓以色列陷入戰爭的泥道裡面 對這也會讓美國更繳在裡面了 因為美國就是一心的填以色列 所以兩場戰爭都跟你美國脫不了干系 所以也讓全世界看到說 中國大陸才是扮演和平締造者 另外再來看到俄羅斯的部分 現在也被說 有一些他們宣稱的一個勝利 比如說來看到俄軍說拿下了關鍵的勝利嗎 這是俄軍說要把烏克蘭趕出 盧甘斯克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馬克耶夫卡 這個地方他說攻下來 就可以解放盧甘斯克更近一點 為什麼這個地方很重要呢 因為拿下他之後就可以為了進攻 像是弘利麥以及庫比揚斯克 創造有利的條件 這是一個俄羅斯說的關鍵勝利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是俄軍猛攻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叫做烏格萊達爾 佈下了7公里的死亡走廊 數千名的烏軍在這邊困熟 這邊的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比例 俄羅斯是1.2萬人 比烏克蘭3000人左右 火力比例是10比1 所以這邊也是被圍住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用這個Google上面地圖來講的話 這個百分之百是正確的 這個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這個你剛剛講的這個城市 就是在盾內刺客這個地方 它目前這個地方已經拿下來 那這邊就是紅軍城 這邊就紅軍城 他有沒有注意到昨天新聞 俄羅斯拿下哪一個村莊呢 就這個這邊這個胡利達爾 這個烏克蘭軍隊已經從這邊撤軍了 所以我們看到包括胡利達爾 盾內刺客 這邊都已經攻下來 是不是就對紅軍城 形成這個兩線作戰包圍的態勢 因為紅軍城畢竟是一個堅固據點嘛 那我如果說要攻擊來講的話 我一定要先消滅 不然我可以獲得勝利 可是我不需要能夠付出慘重的代價 那我當然希望說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所以我們看到俄軍這時候很明顯的 昨天攻向胡利達爾 那今天又說他奪取了盾內刺客 然後目標就指向紅軍城 紅軍城你看 從這個地圖上面我們就看到 它有很多條的道路 是一個後群的一個枢紐 那如果說是這個地方打下來 我們再把地圖放大來看的話 你就會知道這場戰爭後續的發展 我們從大局來看 頓內刺客在這邊 那這邊有一條公路 如果繼續向這個 像西邊攻擊來講的話 他又打到涅薄城 涅薄城然後扎波羅熱 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涅薄河 就是說我相信如果說以這個地方 他如果說往這個方向打 就打向涅薄河 那你剛剛講如果說是向北邊來講的話 打這個紅利曼 紅利曼或19母 19母在這邊 19母 紅利曼 他就跟哈爾科夫 哈爾科夫現在也在激戰之中 就是惠斯作戰 就串在一起了 就將整個烏克蘭的軍隊 全牽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往這邊打 普京的目標很清楚 他戰略目標就是建立涅薄河 利用這條河 利用這條河 來建立他的防禦陣地 來當作一個隔離區 然後維護他後續的一個安全 因為河流是很容易建立防禦陣地 所以從這邊我們雙方的態勢 那當然我們不要講庫斯科 庫斯科 俄軍大概在那邊已經百分之百 可以獲得勝利了 剩下來只是烏克蘭軍隊 還可以在那邊撐多久 這是烏東的一個戰況 我在這邊跟各位做以上的 我們用地圖來分解就很清楚 然後烏克蘭的勝利機會 平常講真的不大 所以說是德倫斯基到美國提他的勝利計畫 然後我們這邊祝他的勝利計畫 能夠成功 對 但是這個真的能夠成功嗎 剛剛將軍特別提到 蒂涅薄河 這是把烏克蘭變成烏東跟烏西 很重要一個天然的河流 這是非常非常長的一條河流 那重點是呢 如果打下這個地方 會變成一個天然屏障的話 那等於是俄羅斯要到他的緩衝區 那你烏克蘭就失去整個烏東地區 那是非常肥沃的一個重工業區 你整個都沒了 你看烏克蘭打到現在 那個最重要的那塊沒 你只剩下基輔而已 那你以後怎麼辦呢 那更別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俄羅斯的部分 第一個呢 他國防預算不斷的增加 還有呢他也增加了兵力 所以他有錢有兵 那你烏克蘭呢 那烏克蘭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時候他很明顯的 他這次到紐約去 這個被川普羞辱了一頓 川普給他的行動姿 也是最偉大的推銷員 每次到我美國來 就拿回六千億的 六百億 六百億美金 一次六百億 這一次六百億美金 然後其實拜登對他 也沒有什麼很熱烈的歡迎 他也不給他武器去打俄羅斯 然後也不開綠燈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烏克蘭來講 折倫斯基現在 我覺得美國 歐美這些國家要認清楚 要承認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烏克蘭不可能打聲張 你再給他再多武器 他也不會去打聲張 第二個如果要談判的話 折倫斯基是不能讓 折倫斯基上談判桌 你美國 你們是要找出一些 能夠和談的國家 大概這三個國家 一個中國一個土耳其 還有一個巴西 結果美國要想辦法 請這三個國家出面來 出人這和談 這場戰爭才有可能結束 你美國或折倫斯基 或者是北約自己國家 都不可能上談判桌的 對所以你看到這場戰爭 讓全世界看到了 一個領導人的領導 是很重要的 你以往來看到 是另外一個戰爭 也就是以色列的這一塊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說 要創立中東新平衡 他就說我們要七面開戰 天啊 一打七 他要打誰呢 伊朗 還有哈馬斯 約旦河西安 還有真主黨 敘利亞 伊拉克跟青年運動 胡債組織 你通通都要打 七面作戰 我們當然知道你是 中東小霸王 你有這個實力跟底氣 但是呢你武器很強 誰跟你靠 但是美國嘛 那你就會把美國 通通都攪在一起了啦 那你打了這個七個地方 你真的有這個實力 但是你會造成 你在這個地方 怎麼樣安身立命呢 你可以看到他打敘利亞 在1號的時候 造成很多人死亡 甚至還有一名知名的 電視台女主播因此喪命 根本說你之前用F3屬 去打胡賽組織 還有來看到 還說你對黎巴嫩南部 進行有限度的地面行動 你說是有限度 但是呢 會不會其實也是傷害無辜 我用這個圖來講 作戰一定有戰略一個目標 這次戰略目標 以色列很清楚 他要將他在這個 這個北部地區的居民 當初因為要打加薩 怕黎巴嫩政策長攻擊 所以他將有6萬的居民 撤到這個中間來 那他現在他的第四次 第四個戰略目標 就是納坦亞胡講得很清楚 要將這些人 移揮到以色列北部地區去 那以色列北部地區去 很明顯你就必須要將 黎巴嫩政策黨 趕離他的這種威脅的距離 這是他的戰略目標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 這個 黎巴嫩政策黨有什麼武器可以打他 可以打他北部地區點 我把他們所有武器 我去徹底去查出來他的射程 他包括 因為總共有7樣 我就不一個一個唸了 大家可以看 其中比較有名的叫做 Kachusa火箭彈 他大概40公里 這是政策黨最多的 那另外來講的話 他還有征服者 這個是戰道導彈300公里 可是這個數量不多 這數量不多 另外這次戰爭裡面 突然新冒出來的 他的秘密武器有什麼 有卡德爾一型的 可以打1000公里 有1000公里的彈藥 這個重量非常大 威脅性也很大 另外他還有法迪一型跟法迪二型 分別打105跟80公里 大家記得這個數據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來看這張圖 你就知道說這次他可能會 會怎麼打法 我跟你講海法距離 這個以色列的邊境 是35公里 也就是說 Kachusa火箭 可以打到海法 可是打不到特拉維夫 特拉維夫在下面 特拉維夫在下面這邊 是在安全距離之外 距離是多遠呢 距離35加80是100 大概120公里左右 所以幾乎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在Kachusa的射程之外 大家比對這個射程 你就看出來 真的對以色列威脅最大的是 Kachusa火箭 它因為數量最多 那其他的這種新型的導彈 數量很少 那以色列自己有這個 我們所謂的鐵熊系統 然後有大衛投石 還有美國提供給他的愛國者三型 所以說以色列政府黨想要號稱 有15000枚的火箭或導彈 想要攻擊特拉維夫來講的話 可以說是南上加南 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因為你就打不到那麼遠 你最多能夠打到的是海法 好 那因此我認為說是 以色列這次的目標來講的話 他為了讓海法這些居民回來 他一定會打到這個利塔河 利塔河距離這邊大概是40公里 然後這邊有個葛蘭高地 那這是一條橫向的河流 那我剛剛前面有講 如果我利用橫向的河流 建立防禦陣地 再用這個戈蘭高地 當作一個制高點 可以確保我利塔河這邊守軍的安全 我就可以讓我居民 很平安的回到這邊來居住 所以他一定會展開地面作戰 然後地面作戰的目標 我判斷就是利塔河 對 但是我們都知道以色列 他當然有這個實力跟底氣 做出剛剛將軍做的這件事情 但是你可以看到戈蘭高地 已經被你搶走了 然後你約旦河西漢 你被說是什麼 豚肯區 這也是你搶別人的土地 但是你在這邊要安身立命的話 跟周邊所有的七個地方 也是不是很安穩的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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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